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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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164年的老水库 一批来自台北的游客 每个人难掩心中的好奇 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寺的 朝老水库渔罐走去 到底虎头皮水库有什么秘境 吸引着这批观光客呢 我们现在在坐这台准 是台湾全国头一台 节能健康的电动太阳能的准 我们现在都靠这块板 吸收日头的档山 每一天政府 一千八百六十万的电来 每天都给它传下来 我们把它缺起来 可以动三天 三天如果都黑暗天的时候 我们这些电就能拿出来影 所以并贏的那部电 这台准的造型多多 三百四十一万 还有我们这个影哲保护保护四十万 所以这里有给它写一个 因为我们的台南官 我们的官邮所判定 开三百空一万完成这台准 这是头一项第一 这台准 由三年前的七月十五 开西年红到今天 三年多来 这台准的人 并不拎好一个人 亲准还是两个小孩 这些素质才是很精力 精力很好 这个档有没有 很舒服啊 很舒服 这些素质才是很劳 刚刚刚的跟之前 你做过档有什么 很平稳 这平稳 谢谢你 太坦坤了 我们台北才的风轻 对吗 我们台北人在外面 有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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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进一步知道 这一艘太阳能船的绅士 我们来到淡水 游人码头旁的造船厂 规模虽然不大 但却是打造出台湾第一艘太阳能船的中心 感觉这种有刺过去了 有啊 这 这种 这个模子很好拖的话 你只要边打你边擦就好了 民国68年到现在 除了去当兵三年以外 对啊 所以说我一直都在这一个行业里面 算烧的话 全台湾可能我做的烧数是最多的 因为我们以前有做过那种量产型的快艇 就是水上摩托车那种的 我两年总共做了四千烧出去 所以说你说以烧数的话 我绝对是全台湾做的最多烧船的 累积三十多年的造船经验 从碧潭风景区的天鹅船到太阳能游艇 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这个我们是做点东山河的 三十超的 也是电动船 这个载客的电动船 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过电动船 也没有人去尝试过 湖泊上用电动的 真是很安静很环保 听起来非常舒服 因为依据我的经验 东山河在举办那个童晚节的时候 我们去帮他开船 那个客人在怎么反映 傍晚的时候 因为电力不够 所以说他们把引擎装上去再开 那顾客在完全就马上不做了 他说我不愿意做你这种吵杂的 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说 来去台南县政府刚好有机会 又是在水库里面 我们就想说 好我们来去做这个 结合太阳能的 结合这些的 可以让我们发挥到 我们工厂的一个机制 要制造国内第一艘自制的太阳能船 有许多技术和难题很耿于前 于是赖厂长找到联合船舶设计中心 一同来解决太阳能船电力系统的设计问题 或许我们在施工的过程 因为各方面图啊 外表方面我们并没有那么强 经过透过他们的设计各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条船做得更完美 1998年参加APEC会议时 联合船舶设计中心 发现澳洲发表的个人太阳能船 很符合环保精神 那这个Robert Dan呢 他也是 他原来是一个妇产科医生 他就是个人的兴趣 虽然他说他接生过3000个baby 但是他后来还依然决然 他不当医生了 他就来推展这个太阳能船 从认识Dr.Robert Dan那时候起 联合船舶设计中心 到处推展太阳能 结合风能的电动船 但是这个美丽的梦想 却因为因非问题而处处碰壁 直到虎头皮大木匠一号 才踏出第一步 这个做太阳能船这一部分 因为这种船大部分都是用玻璃天文做的 那因为我们在78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因为应付政府的那个科砖计划 所以成立一个游艇船小组 那这一部分大部分都是处理 做玻璃纤维的这种船 也是所谓的FRP船 所以当然这个任务 当然是交到我身上来了 为了建造大木匠一号的太阳能电力系统 陈明中一天到晚就往鱼人码头跑 和赖厂长也因此培养出革命的情感 现在感情可以切换的 就是说它有 每一个马达有两组的电源 就是说你用完这一组的话 另外还有一组备用的电源 可以让你使用 所以照我们的规划需求来讲 只要两组就够了 现在变成就是说 你要等于要多送船东两组的电子 因为第一次制作太阳能船 太阳能电力系统的设计是最困难的 需要不断地讨论和修正 一艘太阳能船终于在摸索中完成了 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2005年7日以后 蔡三安船长意外地成为全国第一位 驾驶太阳能光电客船的船长 我在这边工作已经二十几年了 因为以前都是开那种电动马达的 开马达那种移船类的那种 现在改开那个太阳能船 还是很不习惯 速度比较慢 因为它的性质 就像是一头绵羊一样 很温馨的绵羊 要驱动前进 因为它的船身也蛮重的 载重量也蛮重的 可是它只有12平